渣男父亲嫌弃我是女孩 将我丢弃在河里自生自虐 惯性的是被一名村妇捡到 然而他们却不知我是锦里转世 能给点点红心的小伙伴带来好运 紧接上集 孩子他爸 你看这小六都已经三岁半了 这户口还没上呢 该把这户口落实了 不然以后成了黑户就不好了 明天我去镇上给他上一下 不过这名字起什么 总不能叫小六吧 要不叫杨小花像一朵花一样 一旁的杨水水听了 顿时就不满了 我不要 杨小花太难听了 我也觉得小花不好 取个杨气的名字吧 小六 要不你自己想一个 你喜欢什么名字呀 水水 水水 上辈子他用的就是这个名字 这辈子他还想延续 水水 我捡到小六的时候 就是在水里 水水这名字寓意好 杨爱国也同意 便决定叫杨水水 隔天杨水水看着杨爱国要出门 他跑去抓住了杨爱国的衣裳 爸爸 不要走 不要走 小六 你这是怎么了 爸爸要去给你上户口啊 不要去 路上 危险 原来杨水水有预知祸福的能力 昨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 梦见杨爱国去小镇的路上被毒风叮咬 等到村民们找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没气了 当时杨水水就被这个噩梦吓醒了 前世他就是一个孤儿 没有享受过父母的爱 这辈子他早已将张氏和杨爱国 当成了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杨爱国以为女儿是担心自己 小六啊 不会有事的 那条路爸爸闭着眼睛都能找到 不管杨爱国怎么说 杨水水就是拉着他不让他出门 孩子他爸要不今天别去了吧 下次你早点 别让水水知道就行了 那好吧 没想到天亮以后 村里面便传来了消息 说有几个村民今早去赶急 结果在路上 遇到了毒风 被扎了几下就没命了 杨爱国夫妇听见一阵心惊胆战 孩子他爹 幸好你今天没去啊 不然我真是不敢想象 我听村党说了 这毒风很厉害 被砸一下就死了 一群毒风围在你都逃不掉的 杨爱国 幸好你今天没有去赞紫上 这得感谢我们家水水 要不是水水拉着我 我估计现在就死了 杨水水也觉得奇怪 他以为只是一个寻常的梦 没想到竟然会真实的发生 下午张氏准备去地里翻土 种一些菜 这时老大突然说道 妈 我和你一起去吧 我长大了 大哥去 我也去 张氏看着自己老大老二 果然是长大了 几年前老大老二 别人都笑是两个傻子 没想到自从水水来到他们家 两个孩子竟然奇迹般恢复了正常 妈 你 你们放心吧 我们在家会好好照顾 小五小六的 老三是脑瘫 说话的时候 比寻常人要困难些 张氏听后这才放心 带着老大老二出去 等众人走后 杨水水看着自己的三哥四哥 他突然说道 三哥四哥 你们过来 我给你们看一下 小六 你要做啥呀 把手给我 杨水水给两个哥哥检查了一下 发现自己用针灸的方法 可以将两个哥哥的病给治好 接着杨水水便准备出去走一圈 看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药草 很快他在路边发现了一堆货香叶 这些货香叶是可以驱闻的 杨水水便采了一些 这不是小六吗 竟然怎么自己跑出来了 不怕摔倒吗 来人正是二叔家那宝贝儿子杨富贵 老杨夫妇将全部的希望都压在了他身上 不管你的事情 杨富贵却一把将他手里的货香叶给抢走 踩叶子玩呢 我就偏偏不给你 杨水水气死了 这小子就跟他父母一个样 就知道欺负他们家 这就要上去抢夺 但杨富贵根本没将他放在眼里 一把将他推倒 杨富贵还给我 杨水水真想给他压的一巴掌 可奈何现在他只是一个三岁的奶娃 杨水水看见 就在这时杨富贵的身边 竟然有一条蛇 杨富贵刚准备上去教训小小一顿 忽然间毒蛇恍惚有了灵性一般 直接朝着杨富贵腿上咬了上去